看看新闻榜 据香港媒体报道 11月25号晚 香港警方在新建坟岭公路附近 截获一辆货车 在司机座位一旁储物阁中 发现十几包重约54克大麻花 警方当场将车上一男一女拘捕 经过调查 这名被拘捕的女子 竟然是TVB旗下的艺人张慧文 张慧文从加拿大华裔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 随后留在香港发展 成为TVB旗下艺员 今年张慧文还和马国民杨怡等TVB当红艺人 一起合作拍摄了电视剧Encore36小时 并凭借剧中简津津一举 为香港观众所出之 据TVB高层乐意灵透露 目前张慧文身旁有家人陪伴 她会尽一切可能协助警方调查 在双方谈话的过程中 张慧文还不停地以纸巾事类 不管调查结果如何 这则涉毒事件发生后 张慧文原本青春健康的形象 显然已经遗落千丈 有香港媒体报道称 张慧文原本有望在Encore36小时 续集中出演女二号 如今随时可能面临幻觉 而对一部正在拍摄的新剧 师傅明白了剧组 已经提出幻觉要求 除了张慧文之外 日前还有一桩艺人涉毒事件 颇为引民关注 有香港地区媒体报道称 前港姐徐淑敏的丈夫黄浩 经营了一家餐厅 被人拍下五位香港当红艺人 包厢内吸毒的视频 黄浩还表示因为这段视频 他已经多次接到勒索电话 而据香港某周刊爆料 日前这起涉毒案件的规模再次升级 人数由原来的五人扩大到23人 其中陈一迅的妻子徐浩莹 香港艺人何超姨 叶佩文等群绑上有名 在周刊同时报道 目前香港警方扫毒组 及情报科已经着手调查 并要求饭店老板黄浩提供录箱带 外界对于涉毒艺人名单猜测初期 徐浩莹曾在个人网站中 贴出黄浩的照片表示反击 而且好友李灿琛的妻子 也对徐浩莹表示力挺 他们表示所谓视频一说 都是黄浩自我炒作 寻求箭报的所为 这一事件究竟牵涉哪些艺人 并未被警方最终证实 但徐浩莹的好友 荣祖儿梁汉文 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 第一是希望大家停止 不负责任的揣测 第二他们充分相信徐浩莹的为人 其实我也真的不太大清楚 究竟当中是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清楚的话 就不要发表所有的意见 是比较好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就是因为我根本都不在现场 也不太清楚他们现在说 是哪一位艺人在那边做什么 不太清楚 但是我只是我相信我的朋友 都没有那个戏毒的找习惯 娱乐新天地孤宁童综合报道 是娱乐新天地孤宁童合 私想在这边都没有讨论 那边是娱乐新天地孤宁童合